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新版仪器刷取攻略 我想告诉你有关于仪器刷取的一切 那谈到仪器呀 首先你要了解我们星球铁道里的一个配对逻辑 我们星球铁道普遍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一个队伍 分别是C位、辅助位和生存位 那么C位里就包括主负C 那我后文就用主C来代替 负C就也包含在里了 那么你首先映入脑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主C辅助生存位 我应该先刷谁的仪器 那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告大家 一定先刷主C的仪器 那这时候很多人就问了 为什么是先刷主C 我不能先刷辅助吗 那原因有二 第一点 主C刷取仪器给你带来的正反馈是最大 说白了 你主C的双爆进步一点 反应到你伤害的大数字就大一点 但是辅助不是这样 辅助往往通用的值都是速度 速度这个东西它不是你刷一个速度就有一点提升 它是一个欲值 什么叫欲值 就是你到了这个值它会突变 我举个例子 比如134速是个欲值 143速是个欲值 那么你只有到143速 你才会发生一个回合速上的突变 这之前的速度打影响并不大 所以你在实战里可能会发现 我不是刷了五六的速度吗 但是好像对我的轴没什么影响 这就是辅助刷取的正反馈不够明显 这是第一点 当然还有第二点 就是主C往往他很吃负吃条 混句话说 大部分的直伤主C你没双爆 他根本就没有伤害 你没有暴击 你就是把天花脑子带过来拐他 他也打不出伤害 所以我们正常的一个配对逻辑 一定是先去刷主C 而主C是多种多样的 有双爆的 有击破的 有直伤 有非直伤 是不是还有道的 那么各种各样的主C 都有着适应他的套装 这就不用我多说了 包括要什么主 要什么主词条 要什么面板 每个角色都有对应的攻略 但是我这里呢 可以统一的概括一下 你的主C刷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算小毕业了 你可以点开你的米邮社 或者点开你的微信公众号 星穷铁道工房 你的主C有效词条在28到30 我认为你就小毕业了 那主C刷到这 就完全够你用了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主C 什么类型的C位 可以现在去点开你的米邮社 看一看 你现在是多少有效词条 28到30 小毕业 那很多人就开始说 28到30也不过是小毕业 我不用继续往下刷吗 不用 因为当这个主C刷到小毕业以后 你再想提升词条 可谓寸步难行 因为词条这个东西 它的数量是有限的 你刷到小毕业 其实你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词条 已经中了 你再想去提升 有的时候是需要动所有的仪器 不是动一两架这么简单 所以我讲明白了 你主C刷到28到30就先停手 你未来还会去优化 但先刷到这 那主C搞定了 然后刷谁 辅助 但是到这儿呢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我刷了半天主C 我辅助压哥就没刷 我这队伍也不能用了 我辅助也没仪器 在给辅助刷之前 也就是你刷主C的过程中 你会产出非常非常多的 副产物 没用的产物 你会探索大世界 开非常多的宝箱 里面都会有很多金光闪闪 意义生辉的仪器 你找一些主词条对的 副词条好的代仗 先凑合用 等主C刷到28到30个有效词条 我们再回过头来 优化辅助的仪器 那我们正式走向辅助 讲到辅助 这里我就要先告诉大家 咱们新军写道的仪器 是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我给大家稍微看一眼 我点开仪器 有一些仪器 它天生就只有三个词条 那我简称就是三词条的仪器 天生三词条 但是有一些仪器 在零级的情况下 它天生就四个词条 天生三词条和天生四词条 它是有很大区别的 你每强化三级 会强化到你一个词条 天生四词条相当于 三、六、九、十二、十五 你可以把你的词条强化五次 但是四词条的 但是三词条的 就只能强化四次 因为你有一次是用来生成 第四个词条了 所以比人认为天生四词条的仪器 都是比较珍贵的 讲清晰了 那么这里就演出来了 我们都知道 大部分的辅助 它最有用的词条就是速度 几乎所有的辅助都是速度 所以有一类仪器 你必须要留 部分套装 部分主词条 就是天生四词条带速度的仪器 我再说一遍 像这种天生四个词条带速度的 部分套装 部分主词条 你哪怕是一个量子球 趋速球 它只要是这样效果了 一定要留 所有的天生四词条带速度的都留下来 因为它是你未来强化到速度的关键 说白了你比三词条多了一次机会 我讲明白 那么四词条我告诉大家带速度都留 三词条的呢 选留 你就要根据不同的辅助 所需的另外的词条来做抉择 我举个例子 比如只跟鸟 它是一个攻击拐 它需要攻击和速度 那么你就找一个天生三词条的仪器 它又能给你攻击 它又能给你速度 这三词条里有 那么你就留下 假设我只有一个 你就可以不留 我讲清洗了 那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花火 它需要暴伤和速度 那么假设这个三词条里有暴伤有速度 直接留 只有其中一个就可以不留 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你天生四词条带速度的仪器太少 但你一个仓库也没几件 那么你没办法 那所有带速度的你都得留 如果你天生四词条带速度的这个仪器的量是足够的 那么三词条你就尽量选有效词条多的 我这样讲你能理解 那么讲完辅助的速度和有效词条 就到了强化这一步 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问题 我速度到底是强化到多少 我才认为这个仪器是有价值的 那我这里给大家一个比较通用的判定观念 就是这个仪器在你强化到九级的时候 它至少中了一次速度 我认为它可以留 再讲一遍 你强化到九级的时候 你至少中了一次速度 它可以留 你强化到十五级的时候 它有六速以上 可以留 包括六速 那么比这个低的 你就不用都留 留一两架 因为有一些辅助是低速辅助 你要留一两架 你不能都分了 懂吧 但是高速肯定是更多的 要留得多一些 低速的就留那么一两架 以备不时之需 那么辅助的速度也就讲清晰了 而这个时候你肯定有一个疑问 那辅助到底都需要多少速度呀 这个呢 不同的辅助有不同的毕业标准 但是有一套比较通用的 这个计量标准 就是大部分的辅助 除了像只羹鸟这种 什么一百二纹瓦克的 你都可以无脑堆到一百六十速 打无脑堆 那这里呢 我可以浅浅的展开一下 说这一百六十速到底有什么意义 首先 一百六十速是众多速度预值的焦点 我举一个有代表性的 就是两轮四动 你有一百六就能两轮四动 你没有就两轮三动 那么两轮四动 肯定是把你整个的输出循环 全部提前了 提前到二轮的末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我们忘却之庭 大多数的精英怪 它都是一百五十七点几速 所以你大于一百五十八速 你就能抢在这个怪物前面先动 很多人说这先动有啥用啊 有用 首先第一点 你比它先动 你就可以先轻杂 拉着你的主C 比如你这个辅助是带拉挑的 拉着你的主C把轻杂 生存压力降低 有的时候你三拐一 这就极为关键 其次第二点 你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的怪物 它移动 它就要给你上迪霸 比如勾魂史 会给你上一个小标记 下一步就控你 比如金人就会缺弱你 那未来肯定会有 越来越多这样的怪物 开局就让你的输出降低 你难不难受 更何况还有什么 那么勾魂史加卡夫卡界连控 所以你抢在它前面动 一定是有意义的 把主动权握在手里 所以我们大多数需要 付速度的辅助 你都可以无脑堆到160 我想明白了 那么第三个问题 也就涉及到套装的问题 我前文给大家讲了 各个词条的选择 那么到底用不用给辅助刷套装 其实套装这个东西 对辅助 它是精益求精的一个提升 它不能解你燃眉之际 它不能给你一个 什么更强的舒适度 它主要是提升你的上显 就比如封桃 所以对于一个辅助来说 我个人认为 只要你速度够了 有效辞条 比如说需要报伤的你有报伤 需要攻击你有攻击 没有那么刚需所谓的四箭桃 尤其是我们角色的膨胀速度 是高于我们这些模式的膨胀速度的 你的输出都是够用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也不用一定去追所谓的封套 四性识没必要 所以这里我就给你一个最简单 最普适的搭配 二性识 加二叉叉 那这二叉叉就是你带啥都行 你带二加二也行 你带二加一加一也行 反正 有效辞条高 速度争取到160 我认为这个角色就够用了 这样明白了 那那一串 仙洲龙骨温瓦克 都是无脑可以带 你只需要保证一个出发条件就可以 你不知道给辅助穿啥 这三套里随便选一套 手里有啥穿啥 一定要专门去刷 刷一个跟你主C之间能产生联动的仪器 就是你刷的过程中能给你主C的刷刷 那是最好 那如果都没有 你可以无脑的去刷翁瓦克 这样明白了 这就是辅助仪器的选择 那么讲完主C 讲完辅助 最后是生存位 讲到生存位 其实这就很简单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生存位 你到底需要生存位什么 你需要的是生存位 给你多少拐力吗 其实不是 大部分的普通玩家 你抽个生存位 你的目的就是 保住权队 但是这里呢 有一个误区 我举个例子 比如罗刹 有很多人一直在告诉大家 他要堆三千公斤 这时无稽之叹 生存位的奶 在目前当前这个版本 是没有其他的收益的 它就是给你奶血 它没有什么过量的奶转护盾 过量的奶转攻击 过量的奶转爆伤 过量的奶转增伤 这些复杂的东西都还没出 所以奶就仅仅是奶 所以你没有必要把你的一个奶量值堆到那么高 说白了 你罗刹一口奶三千和一口奶两千五有区别 你主吸加了外三千滴血 所以 比如像霍霍这种需要生命的奶量 你就不用堆那么高的生命 罗刹这种需要攻击的 你也不用堆那么高攻击 够用就行 实战里 它保证你全堆 对这个奶量刚刚好 它就没有什么溢出 但也完全够用了 就行了 溢出的奶都是零受益 那除非未来会出这种什么溢出的奶量 转这转钠 那时候我们再去过度的对类些 那么我给大家讲完 一个生存味的一个必要的词条 就是保人的词条以后 具体需要多少保得住你的队伍 这次跟每个人的练度有关系 那你进入战斗里打几个回合 那你需要的奶量 保人能力是不一样的 这就根据你具体的队伍 你自己去试 你觉得这个配置 这个攻击地 或者这个生命 保我这个队伍 安安稳稳就完事了 剩下的词条 建议都去对速度 建议都去对速度 速度这个东西 对于这些非主C的角色 永远都是正受益 奶量溢出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速度是没有溢出这个概念 你可以无脑地去对 对吧 你可以去追160 160或或160罗差 那么高速带过来的就是 我可以去带等价交换 我可以更频繁地触发等价交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可以更疯狂地惨点 那有一些奶味或者生存味 它是没有一个插队的治疗 或者插队的盾的 你速度快 你是不是就可以靠自己的速度 跑到怪物附近 去上这个盾 或者补这个状态 所以速度对于生存味 有的时候比你多那几百的傻奶 好用得多 想明白 讲清洗 所以这就是生存味 也也是保证一个基础的 保人能力 你自己根据你的队伍去试 无脑去对速度就可以了 那这几个 逐C辅助生存味 我就都讲完了 那么这之后 还有一些特殊的仪器 首先 第一个特殊的仪器就是冲凳绳 冲凳绳 不管什么套状 什么磁条 建议 全留 当然 有速度的冲凳绳 那就是万里挑一 所有的冲凳绳都值得你留 全留 第二点 像高速的治疗医 高速的效果 命中医 这种可能平时你很多角色用不到 但是一用到你没有你真难受 我都建议大家囤几个 强化个六七处 留一留 我讲明白 所以这一套流程下来 其实你的角色 基本就差不多了 辅助和生存味 大概是 越高速越好 辅助160 生存味尽你所能 主C呢 28到30个词条 你的这个队伍 就基本上整体小毕业了 至于生存味 用不用去刷套装 大家还不懂吗 你的目的 就是保得住人就行了 现在我们生存味戴的套装 也不能给主C带来多高的争议 所以没有必要印刷套装 你有什么2加2 直接戴 就完了 讲清洗了 那么这一套流程下来 小毕业 肯定是不够用的 你肯定有更高远的追求 更高远的志向 成南以南不在南 成北以北不在美 此时此刻 你有点小膨胀 我不是一个简单的开拓者了 我是银河棒球侠 那么你回过头来 去优化主C的面板 原因是 现在你的辅助 已经有均速160了 你的生存味也是高速 正常奶了 那么你只剩生存味回过头 不只剩主C 回过头来继续优化了 那主C从小毕业刷到大毕业 怎么样算大毕业呢 个人觉得 34到36个词条 大毕业了 你可以打开你的米油色 米油色 34到36个词条 你慢慢去刷 每一个队伍都是这个逻辑 而且你的辅助 已经不会拖你后腿了 那么当你的主C 也达到了一个大毕业的词条数 你有点迷茫 我不知道该干啥 辅助我160了 哪位我能做的都做了 是吧 主C大毕业了 刷封套 封套这个仪器 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提升 对封套的理解 因为回合制游戏 回合是最重要的 所以拉条和速度 在这种回合制游戏里 是太珍贵了 就好比那把555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封套 到最后殊途同归 你刷完了 你把这些该刷的都刷了 你就是去刷封套 你就 无休止的刷 无穷无尽的刷 反正你毕业不了 这个你就慢慢刷就行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说的 为什么我推荐辅助的时候 我推荐是二性死加XX 我不直接推荐你四性死 或者私风道 第一点我给大家讲了 原因是它不这么刚需套装效果 套装效果是提升上限用的 它跟你正常打几回合 其实影响并不大 除非你是一个要打零体 这种上限型你的套装效果会有影响 那么 因为四风套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二键套是没有效果的 它必须要四键套 才能触发它的拉条 但是信死套 二键套就有六的加速 所以 我二加二信死 相当于我比风套多了六数 是仪器本身多的 我在配一百六的时候 简单太多了 我在想偷的拉 我内刷可以带流银那个内刷 结火连弓对吧 我还能加六的数 那你说你刷个风套 又得四键套才有效果 二键套还没有加速 它真不好刷 我讲清晰了 所以前文的辅助我都讲 爱信死加阿叉叉 最后再去优化你的风套 那么这里有人就问了 风套要刷多少数 风套最低 个人建议一百五十八数 因为我说了 抢在怪物前面先动 当然你带风瓦克 你可以速度低一点 但是你都刷风套了 你还整个一百四五十数干嘛 肯定是要往高的刷 对不对 所以我就建议一百五十八数起 那么毕业 一百六十八数 风套 那么你的辅助也就 彻底优化完毕 搭毕业 至于生存位 随遇而来 它只要高速带等价就可以了 大家去打各种各样上限的走理 基本上不带生存位 带生存位的肯定一般不会打这种上限 所以你的生存位就正常按我之前说的去做 没问题 哎 苦尽甘来 终于是一路向阳 呆滑 你都不一定有一个能用来强化的东西 你就别说强化失败或者成功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仪器就是这样 它是留住你去玩这个游戏的最后底牌 说白了 有一天仪器我让你简单的毕业了 你会发现 我上号五分钟 拿领完 心穷 我不知道干啥 一个版本四十二天 我只需要每天三分钟 做完日常 完事了 就只有前一两天 有点内容 这显然不是一个良好的发展 所以仪器这个东西就是底牌 那既然你都已经面临了人家的底牌 你刷的困难也很正常 所以大家一定要摆正心态 摆正心态 那么最后呢 也会有人问我 说这个 我有钱 我买体力到底值不值得 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只要你是一个正常的游戏玩家 其实买体力都是不值得的 因为体力这东西是可以自回的 它是可以白嫖的 说白了 你整个两年三年 它怎么都能出 只是因为你着急 你为的是时间来买单 你是用钱买了时间 我认为是不值得 因为这个时间是可以通过 正常的流逝来解决的 你没有那么着急的情况下 我不建议大家买体力 但你很有钱 你说我不在乎 每天花这点钱买体力 随意 所以我讲惊喜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有关于一个正常队伍刷取仪器的逻辑景 喜悟而不逆语悟 钟情而不逆语情 终有一日 你我各节亲 用我三生烟火 换你一世迷离 好 本期攻略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 刷到自己想刷的仪器 大家觉得up主的攻略不错 可以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